司馬特麥克普拉斯麥克風 用途就是 以原廠的概念是 你要用它來搭配 它的APP 開機之後呢 開到它的閃爍是慢閃的 好準備 紅燈一閃 好 這下子準備打開 那麼設備解通了 那設備未連接是因為 它可能被別人吃掉了 它久久閃一下 是為了避免在拍攝的時候呢 造成什麼呢 穿幫 好 現在沒有 打開 打開 開始快閃 好 到藍牙去 藍牙去進去之後呢 去找藍牙開啟 然後呢 司馬特麥克普拉斯 在這邊 以連線 好 以連線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去到那個 它的APP APP 司馬特 好 設備連線看到在這邊 好 那連線之後呢 我們要注意幾個重點 就是發音的方式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開始錄齁 大家好 我是BOSS 關於今天麥克風的測試 主要是要讓人類的工作更具備有效能 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做很多的事情 這就是司馬特麥克普拉斯麥克風最大的特色 它可以影像文字合併檔 也可以單獨輸出文字檔 易於編修很方便 直覺直觀的設計讓你很方便的操作 再來它的聲音呢 可以有很多的DEMO組合 包括了外接麥克風 也可以擴充麥克風 那麼爭議的部分有GAME可以拉 再來就是 監聽 也可以控制監聽聲音的大小 這裡帶上耳機呢 就由這裡發音來進行收音 收音 那麼這裡呢 是屬於它的這個 立體聲的一個應用 往這邊拉是Mono 往右邊拉是Stereo 那麼再來 這裡呢 就是有關於降噪 跟 這裡降噪輕 這裡降噪重 環境音會變得比較小 那再來就是混音 混音的部分是這樣子 你可以在背景音樂 點進去叫音樂出來 然後再決定音樂的大小聲 就可以 人聲音樂合併執行 謝謝大家 好 那當然它有美言 那進去之後呢 各位看一下 我是BOSS 關於今天麥克風的測試 主要是要 那選擇 台灣的 繁體中文確定 那它就跑了 點一下這裡 讓人類的工作更具備有效能 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做很多的事情 這就是司馬特麥克普拉斯麥克風最大的特色 它可以影像文字合併黨 這邊有錯 讓人類的工作更具備有效能 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做很多的事情 這就是司馬特麥克 司馬特麥克風最大的特色 它可以影像文字合併黨 也可以單獨輸出文字黨 易於編修很方便 直覺直觀的設計 讓你很方便的操作 再來它的聲音呢 可以有很多的DEMA組合 包括了外接麥克風 也可以擴充麥克風 差不多有九成啦 那很多節目的導演 這是一個導演叫我引進的 他說他用的非常的棒 然後叫我引進我才就弄好了 所以很多節目單位訪問都靠這邊 那麼最重要是屬於它的這個 主要是段落的問題 先說我要對段落 然後它都對得好 就起碼錯的時候還可以從 這裡呢就是又關於降噪 都在敲TC啦 我們講到敲TC 敲好TC之後再來這邊 那麼這邊好了之後呢 我們在這邊做輸出 那你看它SRT檔 字幕文件輸出SRT檔 這個檔案就拿去做簡介了 好不好 進去之後就直接在那一行做 那有沒有攤口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有後期到那邊去 他有沒有攤口我不曉得 因為我現在到這邊 我已經夠我忙了 我自己生意做不完了 還沒有到那個 但是聽導演那樣用 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因為導演他就是都這樣在上的 而且他每次的專訪都三四十分鐘 所以他只是不能直播 其他的 直播 直播收音都不行嗎 直播收音他OK 但是不能夠 你有買我們的J5卡嗎 沒有 那就沒有辦法 要買J5卡 或者是買我們的MIVO PLUS 要買這兩樣東西才能直播 沒有這兩樣東西它是不相容的 譬如說你開FB 聲音進不去 聲音進不去 是嗎 對他一定要外掛 要走第三方就對了 開FB 我不認識那個要多少 那個就是J5卡3290元 那跟你的安卓手機插上去就可以播了 那你是iPhone嗎 iPhone要買MIVO PLUS 一台兩萬多塊 或者買MIVO START 一萬三千塊 在那邊 好 謝謝